如果我有涉案 我絕對會辭職負責 如果我的先生有涉弱的話 我願意離婚 劉項杰夫妻涉詐 第一時間 徐曉星夫妻大力切割 甚至還拿婚姻做担保 但現在這說法 似乎被狠狠打臉 周刊提報 這張對話記錄 就是徐曉星大姑 劉項杰助理 和另一名涉案被告 林玉倫妻子的對話記錄 內容提到 當初高雄的庭 劉項杰還不了律師費 律師還去找了她的弟弟 也就是劉頁禮討錢 是不是有這回事 對方只回應 好像有 等於間接證實 劉頁禮並非對詐騙案 一無所知 打臉許巧心說法 我不知道孩子不知道 我有多麼不容易跟辛苦 那如果你一開始就知道 盧律師要這麼做的時候 那你對我是舌仙心腸 不只林玉倫妻子曾出面爆料 劉家有意涉局切割 根據週刊報導 劉家替林玉倫付了律師費 更因此要求她獨自頂罪 成了詐欺案的戴罪羔羊 恐怕出現涉密或律師串供 檢警已經著手調查當中 我本人完全沒有被諮詢 所要或是支付過 任何跟劉項杰有關的律師費的費用 劉頁禮親上火線回應 強調對方回應好像有 不能當作直接證據 徐孝心也發出聲明 和先生都不知情 對這些毫無根據的抹黑 自然不會放在心上 現在就等檢方查明真相 他也非常有信心 如今傳出劉家付錢 要林玉倫頂罪 兩夫妻知不知情 恐怕已經不是單純 誠信問題 三星宣和盟只有淘汰不倒 3星宣和盟只有淘汰不倒